大家对团 然后有什么规划 或者说 就像是我们当年开小会一样 大家现在有什么 直接讲什么 第一 这几天 比以前我感受到更像团 第二句话是 我希望我们所有人的感觉 就现在宇宙的时候 宇宙达哥中心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我只能很喜欢的时候 然后第三点就是 我很喜欢现在的大家 就是感觉到不是自己一个人了 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SKY 就是真的是每个人 能在自己的位置发挥 它应该有的光芒 真的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 真的要跑过一个度 就不能 就是你这个玩笑 从刚开始一开就开到地 其实我 我就讲一点 最严肃的问题就是拍照的时候 这问题真的很严重 因为 比如我拿一次做例子 就是上次在那个 偶尔拍那个树林外面 很冷吧 拍机体照的时候 所以我们七个人 但是外面有二十多个工作人员 在布景 大家一直在讲一直在讲 就是开一些玩笑 第七都二十几个人就在等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在玩 哎呀好好笑 但别人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别人不懂我 不懂我 只会觉得你们没有纪律 对 引以为戒 对啊 尽量引以为戒 第一点就是大家不要强话 千万不要去强话 包括说等一下 就我们大家在开会的时候 如果你心里还有在想到什么 可以一轮轮完之后 然后到你的时候 你再去讲 然后第二点 其实很重要的是一点 效率的问题 大家比方就像 刚才我们在讲 每个人过有印象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抓住重点去讲话 在心里先把话心给谱好了 到那边直接讲 讲完结束 为什么 如果是我们私下 可能比如说我跟任宇 然后我们俩在厕所的话 随便谈多久 无所谓 大家只要不睡觉 付出睡眠时间 但是现在的话 是有工作人员在陪着我们的 所以这些我觉得 效率方面的还是得极高